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那今天呢 想给大家做一期视频来分享 现在的Shanel还有什么可以买的 那话不多说 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视频吧 那这只包呢 是一个金色的这种双肩包 还带了一个小五角星 这一季比较火的一款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闪耀 也是颠覆了以往 Shanel比较经典的形象 但是它的价钱呢 就是有点让我望而却步 下不去手 那这一季也出了一个这种荧光蓝色 就是我之前介绍的那一期 是一个羊皮的目测 要五千九 它同款呢 还出了一个粉色的 这个粉色有点 就是死亡巴比的感觉 觉得有一点土 但是个人感觉 如果一定要买的话 就是蓝色的那个 还是比较好看的 这个同款系列呢 还出了一个这种 就是编织的这种 Tweet的粉色的 然后我个人觉得 这个颜色还是比较好看的 就是在这个包型上面 就是圆圆的很可爱 然后加上这个Tweet里面 有一点比较亮色的 这种绿色和蓝色 我觉得还是挺好看的 一个配色 那如果一定要买的话 我比较推荐这一款 那接下来这一季呢 就是重磅 所有的就是 就是大家都在关注的 这款号称 Shanel的Mini Kelly 它叫Mini Shopping Bag 然后虽然定价是4400 但是据说很难买到 而且一定要在 庄柜配货才能买到 那由于今年的 芭比这个电影呢 非常火 然后这个系列 也出了一个粉色的 然后非常非常的火爆 就是很多明星网红 也在带货的 还有这款漆皮的呢 个人觉得不是很想入手 因为漆皮本来就是 很难打理 而且就是掉价比较多 还有这款就是 复刻又在炒冷饭的 一个这个山茶花 就不多说了 那么看一下 今年这个 Classic系列的价钱 那么Shanel现在的 Classic Double Flap 已经就是涨到了 和爱马仕的Kelly 和Birkin差不多的价钱 那么它的一个小号 现在在美国的售价 是9600税前 那么加上税以后 就一定是上万美金的 然后Large的话是11000 然后它的最大的 那个尺寸 Maxi是11500 真的就是和Kelly的 32寸的价钱是一样的 真的是有点下不去手 那我今天比较推荐的呢 就是它的 Fine Jewelry的项链系列 我觉得还是比较合理的 这个价钱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支2600 然后这个是一个 Quash系列的 就是戴起来非常百搭 然后我自己有的是 这一款戴钻的 然后它的价钱 现在是5700 但是我是两年前买的是 差不多5500左右 我买的是一个Yellow Gold 然后它细节 大家也可以看出来 就是非常的考究 然后还有一个白金的 白金的话是要贵一点的 是要6100美金 但是个人觉得 它的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 就是我佩戴了两年之后呢 还是非常非常的喜欢它 它还是依旧非常的闪耀 然后设计也非常的独特 就每次我出街 都会被朋友夸赞 这样的就是一个项链 而且它非常代表性的 有Chanel的这个设计 它还送了一个这种小枕头 而且它的包装 也是非常的考究 作为Fine Jewelry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镜子图 然后它虽然佩戴了两年 然后它一点的磨痕都没有 它虽然是一个 抛光非常亮的 这样一个光面 但是它真的是 一点磨痕都没有 然后这个项链 是让我真的 就是每次佩戴它 都让我想到了 小时候特别喜欢的 Cellum Moon系列 然后美少女战士的小兔 是我小时候的偶像 每次我看到这个项链呢 都能让我想到小兔的 这个它的这个造型 装造 对 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条线链 就先在这里推荐给大家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平时的清洁呢 就是把它放在 就是洗碗液里面 然后浸泡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立马就是立线的 就是会光泽亮很多 因为多数它的脏呢 其实是来自我们身体的油脂 那这样的油脂呢 是用这种洗碗剂 很容易就清洁掉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又恢复了往日的闪耀 对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经典和考究 非常值得推荐的 现在购买在Cenelle的一个 Find Joulery系列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模特上身图 两个颜色 可以根据大家的肤色来选择 那现在这个Cenelle的 这个包包动不动就 5000刀以上要配货 然后Classic系列都要上万的话 我现在真的是比较推荐大家 买Find Joulery 那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希望大家可以看得开心 有什么留言和建议呢 可以留在屏幕下方 那我们下支视频再见啦 拜拜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